大家好 这里还是天阳玄机 那么我们来介绍一下手掌的一些形态 上期我们讲的手掌厚而有弹性的人是有责任心 而且实践能力也非常不错 财运也非常好 那么这期我们讲手掌厚但是没有弹性的人 手显得很僵硬 这种缺乏耐性 包括一些坚定的信心都缺乏 做事容易半途而废 最终是容易挫败 而且欠缺开阔的乐观的性格 所以说挫败之后往往会失去了控制力 而自暴自弃 这种没有弹性的人 即使在工作上 在他的工作岗位上能够胜任 也会因为逃避困难或者是松弛自己 就是说放松自己而无法坚守岗位 那么这样的话 因为感情丰富而难以自控 所以说很容易沉溺于异性 包括这种欲望而无法自拔 失去自我 尤其是当爱情遭受挫折的时候 会因为受到重大的打击而无法承担 就是无法一劫不振的感觉 那么如果是说手掌看起来比较柔软 细腻 纹路比较细腻 这种大多数是属于俊男或者美女 举止高雅 有气质 比较千功有礼 聪明伶俐 但是性格上叫为什么 骄纵 高傲 任性 有点好意勿劳的感觉 注重外表 这个往往是喜好虚滑的东西 比较虚荣 容易感到 容易用感情用事 略带一点神经质 喜怒无常 喜怒常常表现于色 他心地比较善良 但是这类人大多数有一种不劳而获 坐享其成的想法 而且容易幻想不切实际 因为有点禁不起诱惑 这是一个 就是说从手掌的厚 僵硬 再讲到手掌比较细腻柔软 各有优缺点 但是手掌僵硬的人往往是容易感情用事 好了 这两种相似的掌型就分享到这里 这里还是天洋玄机 我们下期再见